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八極架裡面的大蟒纏身 大蟒纏身在小八極裡面跟八極架裡面都有 特點是它是一個上下自然前後左右都有COVER的一招 在八極架裡面沒有這個患步 但是在小八極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步伐 就是這個測度 那在實戰方面這一招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好用 但是它這招有一個提一個操上去 所以在比如說迎面而來一拳 所以這一個操在這裡看不到 所以這一拳撤這一個向上操 在走以後迅速的這給往上這給往下 如果是從另外一拳過來也可以 這就很簡單就只是往上 那上下打 這一個上下分的這個力 敵人比較難保 那這拳再一次 所以這是80% 一樣是八分接手 還有一種用法是 就是當兩個人在推手上面常常看到 就是兩個在僵持上面 就是比如說僵持上面 它也放很多力 我也放很多力 但是在同時間僵持住 沒辦法 難分難解的時候 這時候這個錯步就可以打開線 這個新的局面 從這裡可以側步 可以突然放開打 突然間側步打 如果蓋更近一點的話 這還可以變成一個靠 這邊的一個靠 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 好 謝謝